我們是青年從六未來的女朋友 一陣子會搞個 迴望反鋼鐵勢反答得最悠恨 現在先請 幾年前 曾經參與反鋼鐵運動的朋友 出來分享幾句 基本上我的意念 不是要懷面過去 而是我們要繼承當年的反鋼鐵運動 抗爭傳統 我要承接過去前人運動武力的遺產 因為我們見到 幾年前 去講反鋼鐵運動的種種問題 都如今一一浮現 而政府不單止是沒有吸收教訓 反而是變本加厲 是更加多的基建工程 是迫速地展開的 我們見到有很多的基建工程 是耗費高大 而且那些經濟成員 是不到我們平民發展來享受的 我們現在先請 反鋼鐵運動的成員 陳景輝出來講兩句先 陳景輝 我想說就是 近來我們看到很多新聞 新聞裏面有很多很奇怪的詞語 是不是 疑中留情 我們近來 經常聽 其實不知哪些人對哪些人留的情 那些情好像是很主觀的 然後有很多互相隱瞞 包庇 又不知怎樣 一個包容的說法 包容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不要把事情趕死 然後有很多很多這些 其實政府不知隱瞞我們些什麼 好像每一個解釋 都有 即每一句說話 背後都有十句說話 是隱瞞的 那樣的 於是我們在想 到底它隱瞞什麼呢 我一直這幾天看那些新聞 嘩 看到頭都爆了 不斷串 到底有什麼要隱瞞呢 這個時候 即是 來到這個青年重奪未來主辦的 一個 一個這樣的集會 我們要從反鋼鐵開始去問回 其實我也想想一下 這個重奪未來這個字 是講得幾好的 因為 那個隱瞞呢 可能就是 一個 在幾年前 反鋼鐵的時候 他已經要隱瞞的東西 他隱瞞的是什麼呢 我想 即是recall一下一些記憶 我記得幾年前 當社會上不停爭端 高鐵是好還是不好 高鐵十倍超之 高鐵是一個大白象 高鐵是會破壞了我們的社區 正如新界東北的發展 1200億都會繼續破壞我們的社區 這些大白象工程 對我們香港是壞的 但我們的政府不停隱瞞 我記得當時 田北辰在2010年 他講了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 是令我仿然大悟 這種隱瞞是怎樣隱瞞了一個 本來我們更加值得的未來 他說 他說怎樣要起高鐵呢 田北辰就是立法會議員 他說起高鐵有好正的好處 對香港人 為甚麼呢 因為起了高鐵之後 將來香港人 就可以在四個小時之內 來回往返 在中國大陸很多不同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廢話 當然是這樣 起高鐵就是為了這樣 他再進一步說下去 這樣有甚麼好呢 好像未解釋到有甚麼好 好處就是 他說一個香港人 如果早上起床 立刻坐高鐵 那麼他就可以說 在下午之前呢 就抵達大陸的一個城市去開會 然後他開完一個會之後呢 他就可以開幾個會 因為我們有了高鐵了 然後他可以說 在午夜之前 午夜之前 回來香港 大家想一想 其實這個圖畫是挺恐怖的 這個恐怖是甚麼呢 原來高鐵 所代表的那種 那種理想 所代表的那種未來 就是香港人 從起床 到午夜之前 他都不會在香港的 高鐵那種理想 原來就是 被香港人在午夜之前回來睡覺 高鐵的理想 就是告訴我們香港人 以後香港人 主要活躍的地方呢 就是周圍走來走去移動的嘛 不停流動 以最高速的方式 一天去幾個大陸城市 香港人 香港在哪 我想回近幾年 就是 不同的社區運動 譬如 塞后圓村啊 或者馬寶島啊 或者不同的城市的 舊區的運動 我們講的那個未來 是跟政府現在告訴我們 那種未來是完全不同的 政府告訴我們 那個未來 香港是不需要停留的 大家放眼未來 對啦 好像亞非正傳裡面 那隻無腳的雀仔 那樣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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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馬寶寶 粉頂的馬寶寶 蔡元村等等 這一種社區運動 代表著是完全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要留在這個城市 我們要通過停留去感受這個城市 我們要認識這個歷史 我們不是要在幾個小時裡面 或者幾秒鐘裡面 跟我們的城市拆肩而過 沖身而過 將我們的城市拋去後頭 反過來 我們要跟我們的城市 真正地建立一種認同 我們不做無腳的雀仔 我們要在這裏直跟 如果 想回這幾天 就是那種隱瞞 你看到我們的政府 好像不停想把 高脫這個感情裡面的破綻啊錯漏啊 全部把它蓋起來 沒有問題的 進程是OK的 符合理想的 沒有超知的 所有所有的東西都是進展得很順利 有不好的地方 我們就移中流程 到底它想隱瞞什麼呢 它想隱瞞的就是一種城市的理想 它想隱瞞的就是 其實背後 想將我們香港連根拔起的這一種做法 這一種做法 是想將香港的邊界 和大陸的邊界完全融合起來 在這些矛盾裡面 所以我覺得今天青年重斷未來 是一個非常之好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個不是我們的未來來的 那個徹底不是我們的未來 所以從政府的錯漏霸出前後矛盾這樣 我估我們要好好想想 我們的政府在隱瞞著什麼 而這件事 我們必須要把它揭穿出來 謝謝 謝謝陳敬輝 之後有請范高鐵 當時其中一位很重要的人 就是朱可迪 朱可迪在范高鐵之後 就開始了一個土地正義聯盟的團體 那麼多年來都是在從事土地抗爭的運動 現在請他講回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各位 因為人少少其實都挺好的 因為我想我們 在一個這樣的 新的漫長的鬥爭裏面 的開始 由小開始 入職 好像幾年之前的反高鐵一樣 都是從小去入職 跟著在幾個月之間 變成一個全香港人都要關注的 反省我們整個香港 無論是政治的制度 或者是我們的財政的規劃 我們和自己身邊的環境 土地的關係 這些五題都是在幾年之前 從很少的人開始 慢慢去提出來的 今天不想和大家去回顧 包含 種種的我們的問題 有什麼做到有什麼做不到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 我在這裡想說三件事 第一個就是我記得 我記得在反高鐵 立法會包圍最後一晚的集會 去到我們要解散那個集會之前 我記得應該是長毛 他講了一個很短的發言 那個短的發言呢 就是他覺得 我們還未把反高鐵 整個六百六十九億 保持樂可這件事 那個階級的性質去提出來 就是說 這六百六十九億 不單止是講 要拆一條蔡元川 亦都不單止是一個 程序公義的問題 即不是說 當我們的立法會 當我們的立法會 全面直選的話 那這六百六十九億 就倒進去我們的心根命底 不是這樣 而是說 當中真的有一個 和我們整個香港 怎樣去分配我們的資源 是有一個核心的矛盾 就是我們 很辛苦累積來的公共的 資源 公共財 是被人 被一小撮的人 去虐奪了 而大部分的人 有更多的需要 是因此不能照顧 這個題目 在當年 點出來 今天 幾年之後 慢慢我們就 都明白到 我們明白到 這個問題 背後的邏輯 比如說自由行 大家都會很明白 大家會從一個 對待所謂 敵流效應 對待所謂這一類 對香港可口的經濟政策 到底對哪個 是有利 就是 大家不用 聽我說 都知道 現在自由行 對哪個最有利 呢 就是 擁有 舖頭人 我們 那些 服務業的從業員 已經有 學者 看回數據 他們今天 的工資 居然 是比 回歸的時候更加差的 比177年的時候更加差的 實際的工資 居然在十幾年裏面是沒有增長的 所以 這個 我想是 今天這個遊行 很重要的 我們要帶著 反高鐵 那種的反省 慢慢 將這個問題 變成為一個 首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 一般的 無權無勢的 香港人 要拿回 決定我們的 香港財政 的流域 是嗎 好 第二 第二 我們在反高鐵之後 有些朋友去到耕田 去到耕田是因為 他們覺得 他們在那裡苦行 他們在那裡接觸 的土地 但是其實他們都 我們的 香港的農業 一無所知 所以要實踐 有一幫人 去到西海東北 繼續參與另外一個 反迫遷的鬥爭 另外 有些朋友 他們爭取 希望更加多 的金融城 可以興建 令到 不用那麼多人 住在貪訪 我希望 我們 過了幾年之後 我們 在未來這段時間 可以想一想 無論是環境的問題 無論是住房的問題 無論是香港 未來產業發展的問題 其實 我們很需要 是成為一個大的聯盟 這個聯盟 就是今天那個題目 我們要重奪 我們未來的聯盟 而不只想著自己的一個題目 而不只想著自己的一個題目 我們就要發現 喂 我要重奪很多女 你爲什麽要東北不遷不債呢 我要重奪很多女 還選什麽農業呢 我要選農業 你爲什麽在這裏 我想我們 民間團體之間 我們要有一種 這樣的意識 我們要從 整個香港去想 我們要有一個 新的整項 第三 其實台灣的經驗 是對我們很重要的 台灣 他們 反復貿 和一連串的 火運動 他們已經看到有一個 狀況 就是 我們現在香港 經常說 經常被大陸要吃了 其實不是的 那個吃了是怎麽吃呢 其實是香港一班人 和大陸的一班人 一起去吃了香港 台灣的朋友 他們的分析已經是看到 整個 中港台 加上澳門 現在是有一個 中港台 三地的權貴正經原民 在這裏出現著 他們已經不斷去打通他們的脈絡 要在不同的地方裏面 去比上自己的利益 去賺更多的錢 去賺更多的土地 所以 我們 要去面對這個 趴境的 正經的聯盟的時候 我想我們 要有 台灣 朋友 那一國的 智慧 我們要有更多的學者 我們要去分析到這個網絡 到底是怎麽樣去 控制我們的生活 到底是怎麽去控制我們的土地 無論是 大嶼山 那隻大白象 或者新大東北那隻大白象 港珠 大旗那隻大白象 我們要有這種分析的能力 第二 我們 今天看到這張紙 上面說 如果那些大白象不起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這些事了 那些夠不夠啊 看到這個名單 回頭領域 回頭東北城 喜倌 全民替補 回水 大學生合肥 那些夠不夠啊 夠不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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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今天在這裡的頭 這幾樣東西 是我們要先搶回來的 是嗎 是 搶完這幾人的回來之後 拿回這幾樣屬於我們的事之後 我們就要繼續去想 更加多香港人未來 香港這個未來 要怎麽樣 才更加美好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